公元1248年 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汉贵游去世 尤海迷失后临朝称治 由于贵游与拔都早年不和 拔都对于贵游的去世并不关心 反而拒绝按照蒙古帝国的规矩 去为贵游奔丧 拔都是成吉思汉长子树翅的嫡次子 由于树翅的身份特殊 再加上拔都自身的军事才能非常高 这使得拔都对蒙古大汉根本不买账 至于说树翅的身份特殊 是因为成吉思汉的妻子贝尔铁 曾被人抢走近一年的时间 等到成吉思汉抢回贝尔铁的时候 贝尔铁已经即将临盆 然后生下的孩子就是树翅 所以树翅并不是成吉思汉的亲儿子 贵游去世后 拔都就决定玩一票大的 在他主持召开的呼吏台大会上 拔都推举托雷的长子蒙哥为大汉 这就使得蒙古大汉 从沃阔台家族转移到了托雷家族 而蒙古后来的分裂也因此埋下了伏笔 蒙哥确实是个很有能力的君主 野心也大 想要打造出比成吉思汉更为庞大的蒙古帝国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 蒙古大军犹如一匹恶狼 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地方 当然也包括特别难打的高丽 高丽就是现今的朝鲜半岛上古代的国家之一 历经34代君主 享国475年 曾向北宋、辽朝、金朝、蒙古、明朝等大陆政权称臣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多出美人 现在的韩国也是如此 虽然有很多人造美女 但还是很美的 既然高丽选择了臣服 自然要对大陆王朝有所表示 而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输出美人 这就使得在元朝时期的后宫中 高丽美人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徐达 功课员大都厚 元后宫中的数千名高丽美女 自然成为了阶下囚 徐达便想着与朱元璋分享 结果朱元璋却不同意 他想到的一个处理办法 尽显高明 高丽臣服于元朝之后 每年都会向元朝统治者 进贡相当多的美人 作为马背上的汉子 对于这些女子很难有抵抗力 自然也是来者不拒 统统收入后宫 由于元朝对于出身的问题 很是在意 这也就让这些高丽 女子很难 从后宫之中脱颖而出 她们的存在 好似就是为了君主的享乐 不过 凡事都有例外 在这些高丽女子中 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因为她冲破了出身的限制 成为了元朝正儿八经的皇后 此人便是元顺帝的 第三任正宫皇后高丽氏 其皇后原本是高丽官员 齐子敖的女儿 被高丽选中后 以供女的身份 进入了元顺帝的后宫 元顺帝是元朝作为 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亲政初期 勤于政事 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想要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 可最终还是未能从根本上 解决元朝面临的问题 到了统治后期 元顺帝开始沉迷享乐 留恋后宫而无法自拔 所以当她见到 颇有滋涩的高丽氏之后 内心简直乐开了花 作为高丽美人中的佼佼者 高丽氏很快就被立位了第二皇后 后来又被立位了正宫皇后 史称齐皇后 齐皇后还真不是一般人 当听闻自己娘家人被高丽公民 王肃清之后 便立即怂恿自己的儿子 出兵高丽 结果却被高丽击败 降低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权 不过对于齐皇后来说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仗着儿子身份 依然能在元朝互风唤雨 齐皇后的存在 也使得元顺帝后宫中 数千名高丽女子的生活很潇洒 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 徐达攻克元 大兜之后 元顺帝会将他们给丢下 作为元朝终结者的朱元璋 他一路崛起的路上 笼络了一大批能人 而徐达是最为耀眼的存在 被朱元璋誉为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朱元璋消灭了陈有亮 张世成之后 势力迅速增加 已经具备了北伐元朝的实力 便任命徐达给争鲁大将军 率领25万大军徽师北伐 徐达意气风发 一路上所向披靡 元庭的气数已尽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 朱元璋倒也不客气 直接在应天登基称帝 建立起了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 徐达自然不能抹了朱元璋的面子 他继续北伐 冰封直指元大兜 元顺帝倒也没有犹豫 在徐达的军事威胁之下 他急急忙忙 舍弃了元大兜 一路向北逃窜 元顺帝北 淘代走了很多人 而备受他宠爱的齐皇后 自然也在其中 只不过其他的高丽女子 就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了 他们如碧旅 一般被元顺帝 抛弃了 在了元大兜 元顺帝逃跑之后 自然就没有多少蒙古人 还具有抵抗之心 在徐达指挥下 明军很快占领了元大兜 被元顺帝抛弃的那些高丽女子 自然成为了明军的俘虏 该怎么处理这些颇有姿色的女子呢 徐达是个聪明人 此时的他在明政权中的声望 仅次于朱元璋 他自然明白 功高震主的道理 为了消除朱元璋 对自己的怀疑 徐达便将主意 打到了这些高丽女子的身上 这些高丽女子成为阶下囚之后 徐达便命人 将他们好生看管 严令士兵打这些女子的主意 然后将这些高丽女子的事情 汇报给了朱元璋 并给出了自己的处置想法 徐达给朱元璋的处置想法是 希望和能和朱元璋 分享这数千名高丽美人 毕竟徐达的目的是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好色的男人 这样的话才能降低朱元璋的怀疑 就好比秦国的名将王俭 他带兵列储之前 就是向秦王嬴政 要房子 宅子等物品 这才打消了嬴政的疑虑 徐达作为名将 又陪伴了朱元璋几十年 他对朱元璋的多疑 早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他才会将主意 打到这些高丽美女身上 不过朱元璋并没有同意 徐达要共同分享 这些美女的建议 而是想了一个 更为高明的办法来处置 在朱元璋看来 这些高丽女子的身份特殊 必须妥善安置才行 至于说与徐达分享 朱元璋自然不会允许 毕竟她们都是原庭后宫的女子 本来朱元璋的想法 是将这些女子 全部遣送回高丽 但是这样的话 会花费高昂的成本 还有可能会激怒高丽王 毕竟遇到退货这样的事 没有几个人回高兴 所以朱元璋的办法 就是为这些女子 找当地的好人家 嫁了就地遣散 还别说 朱元璋的这个想法 确实很高明 毕竟这些女子数量众多 就地遣散所花费的成本最低 更何况 她们是高丽的女子 在平常人家 是很受欢迎的 根本不愁没人要 就这样 徐达用这些女子 打消了朱元璋的顾虑 而朱元璋也用这些女子 收割了一波人心 可谓是皆大欢喜 这些女子